想赖上中国,北约绝对打错了算盘,没北约国家,一直想把俄乌战争的锅甩给中国,其逻辑是中国支持了俄罗斯,就在刚刚,北约秘书长又说话了,他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,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,看到这种谬论,真的想上去给他两个耳瓜子,中国是俄乌战争的推动者吗?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俄乌战争怎么来的?是美国在乌克兰搞街头革命,打破了过去的选举政治,从而让纳粹政府上台,乌克兰街头革命后,俄罗斯为了国家安全自保,拿下了克里米亚,我们当然不能说俄罗斯做得对,但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得不为的话,我们也不能说什么,然而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依然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, 北约是军事组织,俄罗斯岂能允许,所以再次被迫应战,俄乌战争爆发,俄乌战争爆发本质上,是美北约与俄罗斯地缘争夺过程中互不相让的结果,这是和中国没有一毛钱关系,怎么可能把锅甩给中国呢? 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重复的那样,中方既不是危机的当事方,也没有在军事上支持任何哪怕一颗子弹,凭啥把责任甩在中国头上,更何况乌克兰政府是反华的,它不但按照美国的意思, 没收了中国用数十亿美元收购的马达西企公司,甚至还在中国底线问题上挑衅中国,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,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在这一天前去参拜了金国神策,若非纳粹,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? 就这一件事,作为中国人,如果还支持乌克兰政府,那就可以认定为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了,美北约污蔑中国的逻辑是,中国与俄罗斯做生意了,然而问题是,至今美国和欧盟也还在与俄罗斯做生意,美国从俄罗斯手里购买能源高价,再卖给欧洲盟友,欧盟国家每年也依然在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, 那么美北约凭啥不让中国与俄罗斯做生意?更重要的是,美国打垮俄罗斯的中景目的,除了想进一步质解俄罗斯这个传统敌人外,其中景目标是要打破中俄的协作,从而拉上西方盟友共同对付中国,美国2017年就在战略上,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,只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策略不同而已,共和党主张直接制服中国, 所以选择了贸易战、科技战等手段,民主党则主张先拿下俄罗斯,然后再拉上西方盟友一起对付中国,试问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难道要帮助美北约打垮俄罗斯吗? 美北约是不是想问题太天真了?美国要想中国相信美国不针对中国,首先把战略调整一下,再来谈别的,否则所有的这些话都不过是吃人说梦的疯人吃鱼。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,中国主张谈判,并且为此做了一系列努力,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有非常清晰的立场,不占任何一方,致力于劝和促谈,并且为此不断做出努力。 试问像乌克兰那样损害中国的利益,没北约受得了吗?但中国还是做到了中立,这已经是极限了,在这里最应该被奉劝的是欧盟。 千万不要把中国逼到真正全力支持俄罗斯的地步,那欧洲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 对中国来说,只要不爆发新冷战,都不可能支持俄罗斯,但是如果欧盟愚蠢,也与中国为敌。 那中国可能会被迫做出一些,也不利于欧盟的选择。新加坡终于坐不住了,紧急访华,尤其是当柬埔寨得重复南运河开挖之后,新加坡就已经像热锅上的蚂蚁了。 新加坡为啥如热锅上的蚂蚁了?答案很简单,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正在让其陷入纠结与矛盾之中。 可能有人问了,新加坡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,咋就纠结和矛盾了呢?答案也很明了,新加坡是靠恶守马六甲海峡,通过扮演美国在马六甲海峡的军事战略支点,同时扮演西方与东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商的角色,从而积累下来了人均GDP比美国还高的发展水平。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,过去半个多世纪,新加坡虽然主要是华人,但它扮演的其实是美西方,在东方尤其是面对中国式翻译官的角色,所以它的立场本质上是美西方的立场。 若非如此,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不至于在2009年,跑到白宫面见奥巴马要美国重返亚太而指中国。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也不至于在2016年,崩狂引导各方支持南海非法仲裁结果了,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,2016年之后,新加坡有了较大变化,李显龙一直在向美国解释中国。 虽然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大用处,但至少证明了自己并不是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去了,然而这还是不够的,因为中国还在成长,而美国也不准备与中国和解。 中美大国博弈的格局并没有变,在这种背景下,中美必然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那么加在中间的新加坡其活动空间,是越来越有限的状态,甚至未来某个关键时刻,他必须做出选择。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柬埔寨的德崇湖南运河开挖了,这让新加坡如坐针毡,也就有了日前新任总理黄勋才。 在国庆大会的演说中,强调自己是亚洲社会,强调中美大国博弈,对新加坡的挑战和风险。 对新加坡来说,德崇湖南运河是个竞争对手,因为一旦这里有了运河,有了港口,那么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多少要受到影响。 但是对新加坡来说,真正的重大威胁并非德崇湖南运河,真正的威胁是泰国建材起义,也要开挖克拉地下运河,这可就真要了新加坡的命了。 试问,如果泰国坚持挖克拉运河,中国会不会答应?答案是肯定的,因为中国现在完全能够照住那里,一旦克拉运河挖通,可以通行30万吨的货轮, 与东亚国家的运输可以减少1000多公里的距离,马六甲海峡的业务马上就会大跌,那才是新加坡最害怕的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新加坡总理黄巡才在国庆大会上公开发表演说表态是好,有了这个表态,才有了新加坡外长刚刚受邀访华,很显然这次访华的重要目的,就是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,要想办法抱紧中国这条大腿。 但是新加坡恐怕得明白一点,现在的地缘逻辑发生了变化,试想,泰国看到这样的机会,大概率会坚持凯瓦克拉迪侠运河,那么中国会反对吗?显然不可能的,这么大的利益为什么要反对? 美国向泰国施压有效吗?显然大概率是没效的,或者说有效时间会很短,美国要对泰国采取某种措施可能吗?也不可能。 因为有中国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逻辑,这就必然会导致南海地缘格局的彻底改变,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。 那么作为新加坡又该怎么办?地缘的利益是不可能再继续持很久的,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中国合作,尽快推动中南半岛的互联互通, 利用自己在资金、技术方面的优势,与中国发展东南亚经济,用投资入股的方式分享东南亚发展的历史机遇。 同时更重要的是,新加坡必须在政治上逐渐做出调整,否则就会在合作中被排除在优先合作以外,中国肯定是愿意与新加坡展开更加深入合作的,因为中国走的路是平等忽利,合作共赢, 中国东盟的合作也在加速深化,新加坡地缘上那么重要,中兴两国的合作一定是对彼此有利的,但是美国显然并不希望那样,所以美国必然针对中国搞事,那么新加坡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就非常重要了,这才是新加坡接下来选择的关键,中国非常欢迎新加坡,但一定不是欢迎一个代表美国的新加坡,而是代表新加坡的新加坡。 中文字幕——YK